今天咱们来聊点实际的 就是大跌之后的反弹里面到底谁的弹性会比较大 大盘股和小盘股到底选哪个会比较有优势呢 之前在4月27号的视频里就有聊到过 一波反弹即将展开 反弹的前几天大概率普涨 选择没有那么重要 走到今天之后呢 基本上印证了这个预期 但是现在反弹的第一阶段差不多已经过去了 后面呢大概率会渐渐出现分化 而这种普涨的大阳线估计也没有那么容易再见到了 所以呢在这种环境里 我们不妨来聊一聊大盘跟小盘的选择问题 通常我们的印象中 总是小盘股的弹性会更大 盘子小好拉升嘛 但这只是一方面的 再好拉升总得有个拉升的理由吧 弹性的背后呢肯定还是宏观经济 跟产业的发展趋势 可以举个例子啊 2015年的时候当时的中小创就走出了风牛的行情 小盘股有绝对的超额收益 吸引了大批的散户入坑 但是那波风牛的背后有三大背景 一是资金背景 市场中的钱太多了 大家都在咔咔咔的加杠杆 上证的成交额单月突破20万亿的大关 这个数据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被突破过 所以呢那个时候的市场是有足够的流动性 来支付所有的股票同时狂欢的 第二呢是产业背景 2015年3月份的工作报告 首次提出了互联网加 这个新概念横空出世就给大批中小创的公司 赋予了无穷的想象空间 不管一级还是二级市场 只要沾点互联网加都能受到资金的追捧 第三是经济背景 当时的经济虽然已经在从高速发展 向高质量发展过度了 但仍然保持着6.9%的增速 投资消费出口都在快速增长 这就给中小企业带来了可观的利润增长 但是现在已经过去7年了 时过境迁 这些背景已经不存在了 随着美联储的加息 美债收益率的提高 A股现在面临的是估值下调 和资金流出的双重压力 流动性和风险偏好 已经不足以支持大面积的炒作 所以资金在选择投资对象的时候 必然也会更加看重那些 基本面和未来增长的确定性 经济方面 在海内外不利因素的干扰之下 企业的生产成本在大幅的上升 需求却又在下滑 而大公司在成本跟渠道上更有优势 这就会使得他们更容易扛住冲击 至少一些大公司会有一个安全边际 那就是三五年内 全球消费者离不开中国制造 未来就算情况不好 他们也有能力把产能转移到海外低成本的地区 而相对来说 三四线公司的成本会比较高一点 渠道又会窄一点 资金也会比较少 这就会面临着比较大的考验了 可能会使得经济复苏之前 市场都会更加偏好那些规模比较大的龙头公司 所以如果您追求的是更高的确定性 那就不妨在核心的龙头公司里面 寻找那些弹性相对比较大的标的 比如说业绩和估值背离 预期和估值背离的公司 这样的公司或许会有更高的弹性 什么叫业绩跟估值背离呢 就是有些公司它扛住了这一波冲击 业绩仍然还在稳健增长 但是估值却已经跟随大势跌了不少了 而预期跟估值背离指的是 一些公司因为芯片金属能源等的原材料短缺 涨价导致它的业绩下滑 股价大跌 那这种公司一旦等到国际供应链有改善的预期 他们的估值就会有希望修复 房产税终于来了 人大常委会决定 在部分地区开展房产税改革试点工作 试点期限为五年 由试点地区自行制定细则 所以这个房产税会收多少 会在哪些地区先开始收 房价会不会因此而下跌呢 我们以历史经验为参考客观来看一下 其实早在2011年 上海重庆两个城市就率先试点征收房产税了 上海是按照0.4%到0.6%的税率在征收 但是呢 人均还有60平米的免税面积 而且他们是仅仅对那些新购买的房产征收的 对于本来就有房子的本地人 以及买了房子三年以上的外地人来说 都不在房产税的征收范围之内 而重庆呢 则是按照0.5%到1.2%的税率去征收 对于那些本来就有房子的人 每户有180平米的免征面积 而新购房呢 也只是对独栋住宅高档住宅征收 在收税以后 上海重庆的房价有没有下跌呢 显然没有 2011年至今不但没有跌 还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涨 而且我们发现呢 上海重庆的征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免征额度很高 一家三口只有超过了180平米 才需要顾虑一下房产税的问题 而且呢 对存量房没有什么影响 对于新住房的征收 也仅仅限于那些高档的住宅 所以对于那些买了大平层 大别墅 或者说是手里一堆房的居民来说 他们才需要交税 而这套房产税的方案更像是解负 效果呢 就是增加了很多的税收 但是却没有让房价大幅下跌 那么这回多地试点 很有可能也会参考当年上海和重庆的方案 但是要看到 就是现在地产市场的环境是不如当年了 所以呢 这回试点的影响没准会比当年要大一些 然后试点范围呢 应该也是会优先选择 像上海重庆这种一线城市 一方面呢 是因为这些城市本来炒房的现象 就是比较严重的 另一方面 这些城市人口流入比较多 需求大于供给 不会造成不可控的崩盘 而二线以下城市 这回试点征收的可能性就不太大了 那么具体哪些地区会试点呢 深圳海南首当其冲 今年五月份在北京召开的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座谈会上就提到过 建议新一轮房地产税改革在深圳海南先行先市 然而呢 像网上呼声比较高的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 它也属于这次试点的主要候选人之一 但是浙江全面试点不太现实 像杭州这些先进城市的概率可能会大一些 不过对于在这些城市里面有房的 又或者是因为刚需买了房的朋友们来说 也不用慌 有免征面积呢 只要你家里的户口本比房产正要厚 就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中国房价泡沫不大 没有必要打压房价 昨天有经济学家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他说呢 我们70个大中城市 这些年来每年的房价上涨只有1%左右 基本上是稳定的 它没有涨起来 同时城市居民的收入 每年增长了5%6% 住房和收入的价格比是降低的 所以房价没有那么大的泡沫 不用再去调控泡沫的问题 那他说的对吗 这么大的一位经济学家 水平肯定比我强得多 我也不好评判他的观点 但是我觉得呢 经济学是讲事实讲逻辑的 再厉害的经济学家 也要保证基本的数据严谨和客观嘛 那房价每年上涨1% 这个数据严不严谨呢 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2010年全国住宅商品房的平均价格是 4700元左右 2020年变成了1万元了 10年的时间翻了一倍 那么每年的复合增速超过了7% 7%和1% 这个差的是不是有点多了呢 然后再看看收入 最近10年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 从36000变成了98000 每年复合增速10%左右 这个增速确实要高于房价的增速 但是也没有高太多 而且别忘了 很多人是属于倍平均的 实际的收入增速 不但没有超过房价甚至连三线城市的房价都跑不过 而即便工资增速高于房价增速 想买房还是不容易 因为房价的基数比工资的基数高太多了 就好比你工资1万块钱 老马的工资100万 那你涨了20%的工资 也就是多了2000块钱 但是它只要涨1%就能多1万 这个差距还是会越来越大的 收入房价比是衡量房价的一个重要指标 但如果只用这一个指标来衡量 可能也会有失严谨 所以经济学家关于这个房价没有泡沫的结论 就确实很难让人认同 但是我觉得这位经济学家有一句话可以参考 并不是涨得越多 泡沫就越大 比如说这10年来 苹果的股价涨了30倍了 茅台的股价涨了50倍了 但是他们的估值水平 还是会比很多公司要低 因为这10年来 他们的业绩也在快速的增长 所以房价也是一样的 有没有泡沫 还是要看基本面和未来的预期 并不是说大城市的房价比小城市涨得快 那大城市的泡沫就更大了 有一些对于土地的收入过于依赖 土地供应过剩的三四线城市 可能比一线城市的泡沫更大 至于那些一线城市核心地段的房子 永远是少数人的游戏 跟咱没什么关系 有没有泡沫就随他去吧 吴勇工作室的人教版小学数学插图 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多数网友的态度都是在强烈的批评 但是呢也有人说 是我们反应过度了 比如说像红旗画反了 就有人说了 没有风的时候 那红旗自然垂落呀 四个星星就在下面了 当人物嘴歪眼斜吐舌头的时候 有人说这只是画风的问题 当有孩子穿着新条旗图案的衣服的时候 有人说 现实中不也有人穿这样的衣服吗 好吧 就算这些能说得过去 那在插图中 突出孩子的隐私部分 还有掀裙子这种画面 又该如何解释呢 你看我们现在拍个电视剧 如果演员穿着不当的话 就要把脖子一下都截涂掉 变成大头罩了才能过神 玩个游戏 人物的皮肤腿漏多了 还得多画一条安全裤才能过神 那么像这种给孩子用的教科书 出现了这么多的暗示图画 又是怎么过神的呢 更不用说还有网友扒出了这张插图 这已经不能说是审美和水平的问题了吧 教科书事关我们的未来 别说网友们对此吹毛求疵了 我觉得就算是反应过度也是应该的 因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教科书是教师和学生 开展教育活动的基本依据 社会 期待学生们所学习的各种知识技能 还有价值观念都浓缩在里面了 就社会本质而言 教科书是社会控制的中介 这句话是一个共识啊 你在很多的学术论文中都会看得到 那教科书有没有国界呢 也是有的 教育学界的泰斗迈克尔·W.阿普尔就认为 学校应当教什么 其实不仅仅只是教育的问题 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而教科书就是主流价值观的一个物质载体 要知道发育成长期的孩子们 对于图像是非常的敏感的 这就使得插图成为了教科书中的重中之重 不仅是画风 像插图里面的社会角色 性别分布 还有文化构成场景内涵这些 都应该是编者需要去周密考虑的要素 即便是数学教材 也应该不仅仅只是突出热爱科学 比如说老板的数学教材里面 就有深奥成功 升起一世 神四神五 还有革命老去等等 42章爱国教育插图 影响到了这一代人的一生 那么孩子的未来 这次由每个人来守护了 希望这一版的插图能够尽快的 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和改进 宣传部在今天的发布会上 针对共同富裕 还有整治互联网平台的一些误区 专门做了一个重磅解读 他说共同富裕不是在杀富济贫 收入再分配不是强制的 而是在自愿的基础上 政策予以鼓励支持 那这次的讲话究竟是想释放一些 什么信号呢 你就想宣传部是干什么的 其实说这些就是说给咱们大家听的 主要是说给谁听的呢 我觉得咱们可以把它概括成三个方面 第一呢 是给互联网巨头们听的 最近像腾讯啊什么阿里呀 美团什么的感觉都被吓破打了呀 阿里的股价直接跌到破发了 腾讯呢 一听到共同富裕几个字 马上大招闪现全都交了 当场宣布捐款500亿设立 共同富裕支持项目 那你说这不得安抚一下吗 大家不用怕 共同富裕不是杀富济贫 好好干带头创富 政策还会奖励你们的 而且呢我们是鼓励自愿的 又不是强制的 你捐款500亿还是1000亿 那是你自己想捐的 没有人强迫你们 第二呢 是给外资外商看的 我们现在一系列的密集政策在出台 弄得有些老外有点头皮发麻了 那宣传部就说了 这些政策呢 是针对那些违法行为的 目标是那些垄断巨头 绝对不是针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 所以不用怕呀 外资不需要撤退 外企也不需要搬走 而且你们发达国家 不也一直在搞反垄断吗 这不都是常规措施吗 所以别在背后嚼舌根了 说我们在干扰市场经济什么的 第三呢 是在给所有人看的 就是共同富裕这个事情呢 不要把它理解成是 整齐化一的搞平均主义 而是呢 给大家尽可能的提供平等的上升机会 但是想要上升 你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的 我们要防止落入福利主义的陷阱 不能等靠药啊 不能养懒汉啊 也就是说呢 我们是提倡勤劳致富的 你不能坐在那儿啥也不干 等着国家帮你致富吧 你也不能坐在那儿 等着互联网巨头把钱分给你吧 更不要搞成什么斗地主 给国家添麻烦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对共同富裕这个事情 有正确的认识 他并不是说只要劳动了一个小时 就所有人都能赚一百块钱 而是说 造冰箱一个小时能赚一百块 那造飞船呢 一个小时能赚一千块呢 你要是想赚一千块没有问题 我给你学习造飞船的机会 他也不是说 现在很多的小企业主 顶着疫情的压力 顶着成本上涨的压力 好不容易赚到了一百万的财富 而普通白领朝九晚五坐在办公室里 也能有一百万的财富 而是说 你想赚一百万可以 我给你补贴和优惠 支持你去创业 所以呢 我觉得三次分配绝对不是直接的杀富济贫 而是给你支持去提升你自己 之前我曾经建议大家 如果有条件的话 可以去考研 一个是可以学到更好的知识 另一个呢 是成本低呀 怎么说呢 你可以参考一下清华的苏世宁学者项目啊 只要足够优秀 不仅学费全免 还能拿到一大笔的奖学金 未来类似这样的项目 我觉得没准会越来越多了 电话发我 这四个字让深圳卫健委微信公众号 又一次出圈了 1月8号有一位市民 在深圳市卫健委的公众号文章里面评论 说 昨天晚上九点在龙华中心院做的核酸 可是现在产妇等着要住院 得核酸证明才能入住 问什么时候能出结果 都12个小时了 能不能优先安排一下呢 结果深圳卫健委直接回复了四个字 电话发我 这句话被网友怒在 有趣有料 负责霸气 或许就是深圳卫健委给大家留下的普遍印象了 作为一家官方账号 深圳卫健委频频出圈 上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出圈就在上个月 当时是有网友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 给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留言 说某些医疗机构的微信公众号 老是使用一些低俗的标题来吸引眼球帛流量 建议整改 而且还附图举例 直接就指向了深圳卫健委和北京大学 深圳医院这两个微信公众号 之后呢 深圳卫健委就回复说 之后呢 会适当的收缩一下推文的尺度 会保持专业中性和客观的风格 诚恳的倾听各方的批评意见 在宣传上做到雅俗共赏 老少皆宜 结果呢 这个回复消息很快就冲上热搜了 可是从网友们的反馈来看 大家都是支持深圳卫健委 要坚持原有风格的声音 大家对这种政务公众号的活泼开放出圈 普遍都持有一种包容和鼓励的态度 那到底这个深圳卫健委的公众号尺度有多大呢 打开这个号 你就会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些虎狼之词的标题 然后呢 再配上一些让人想入非非的图片 别说少儿不已了 估计很多成年人看了都会面红心跳 但实际上呢 这三篇文章分别是 提醒女性预防乳腺癌乳腺增生的风险 还有科普保护喉腔的重要医学常识 以及预防同性恋艾滋病 可如果标题直接就写这些 你会有兴趣点进去看吗 科普能很好地得到普及吗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深圳卫健委宣教处的负责人王岭曾经表示过 打造健康中国深圳样板 需要借鉴大众传播中的那些新玩法 要探索更多市民们喜闻乐见的宣传手段 所以呢 深圳卫健委是通过采取了市场化用人的方式 陆续地挖来了多位90后 组建了一支六个人的内容团队 这支团队里包括有写手编辑设计创意策划等 从2018年开始是完全依靠自由团队在独立运营 网杆强脑洞大文比好 是这支团队成员必备的硬核素质 他们当中大部分有传媒背景 要么是做过记者 要么就是在媒体实习过 现如今他们每发一篇推文 10万家那只能算合格了 20万家已经是日常了 最高的阅读量能够达到773万 截止到2021年的9月份 深圳卫健委公号的关注人数已经突破了1300万了 而我呢也是这1300万分之一 懂人心说人话做潮人 这样的政务公众号 你喜欢吗 我可以给你打开